什么事 清雾爷出事了 你来了 清雾爷 小兰呢 小兰被无私上人照顾得好好的 我永远不会让你再伤害他 无私上人 官人小兰心心念念的爷爷就是他 我已经完全压制住了 为什么孤独还会犯 是不是你的阴谋 你认为这是阴谋 可是对这片河山上无辜的百姓来说 这要杀死孤王 又算得了什么呢 是 况且 只有这样 小兰才不会受到你的伤害 我永远不会让她再见到你 无私上人马上就让她忘记你了 永远不再记得你是谁 和我生活在一起 两岸 殿下 不 小兰绝对不会忘记我的 小兰绝对不会忘记我的 我自会给你们给交代 请莫言 你 你 小兰绝对不会忘记 你 你们快走 殿下 你 走 殿下 殿下 我还有一事小求 你说什么 请你好好守护在小兰身边保护她 不要让她难过 不要让她掉眼泪 对 想尽办法 让她像以前那样快乐地笑起来 这是我最后的请求 殿下 柳阳郡主曾经进过宫 是 刚宫里来报 柳阳郡主执意要拜访卓姑娘 属下正要禀报 但柳阳郡主待了一会就回去了 参见太子殿下 卓姑娘 卓姑娘 你 殿下 柳姑娘不见了 去找柳阳郡主 如果没有她 柳姑娘不会离开的 遵命 早知道你不是什么正常人 没想到你竟然还是只妖 别动 你想被发现吗 我警告你啊 本郡帮你可不是为了你 是为了莫言哥哥 所以 你最好给本郡一次就成功 找没找到 我们这边没有啊 那我们去那边走走 好 走 没找到啊 没有 了得没有 来 走吧